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这个罗马书的课程 我们已经来到第七章 我们知道第七章 我们是从第六章进到第七章 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 上帝是我们脱离罪 也就是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是罪的奴仆 我们罪是我们的主人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罪的这个管理 那么进入第七章的时候 他的重点是上帝使我们脱离律法 那律法不在下制我们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一切都借着耶稣基督的识 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点吃力 有点困难 主要的原因是保罗在这里 把我们一般上所领受的福音 他的神学告诉我们 情况就好像你看了一个手表 手表大家都会用 你一看就知道几点钟 但是里面的基建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通常不去理它 那保罗在这个时候 就把那个基建打开给我们看 向我们解释各种的原因 那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能够胜过罪 为什么信主之后 我们能够过程上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信主之后 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不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律法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要告诉我们的 但是整体来说其实我们都能够很简单的来明白 当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灵性光景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背叛上帝的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像当年的法老这么愚蠢的问说 谁是耶和华 谁是神 谁是耶稣 我不需要耶稣 我不需要神 所以我们是背叛神的 我们觉得自己是很好 我们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罪的奴仆 我们在黑暗中做了许多回想起来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把他的心真正的打开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充满了污秽 所以因此这些羞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并且我们也知道最后的阶级就是什么 就是死 那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灵性的光景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就跟他同死 他埋葬我们同埋葬 他复活 我们跟他一同复活 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跟基督联合了 过去是我们犯罪的生命 现在是跟基督联合的生命 我们在主里面 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性情跟成分在其中 因此我们也是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我们之前是在亚当里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但是在基督里众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活了 所以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是在基督里 我们更有一个新的主人 我们不再服侍罪 我们服侍的是这位永生的上帝 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们做义的奴仆 因此基督徒的人生是向上的人生 是义人的人生 是越走越光明的人生 所以我们信主后的属灵光景是怎样 我们开始懂得顺服神 我们成为义的奴仆 那渐渐的我们的生命在行义的当中就成圣 而这个成圣是在生活中 渐渐的脱离了我们旧的生活 我们有新的生命的生活 我们也是操练 也是靠着主 所以我们信主的年日就更自由 更丰盛 而这个不断的循环向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最后给我们达到什么永生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尝到什么不犯罪的快乐 我们尝到不犯罪的自由 所以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就叫我们得以自由了 但是我们虽然信了主之后 我们仍然有今生的困难 那保罗把这个困难讲出来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律法 首先是肉体跟罪的关系 因为罪在我们肉体 它有地位 罪在我们肉体上 常常叫我们怎样 按照这个肉体来犯罪 律法跟罪也是一样 律法常常使我们愿意去行 但是却做不到 所以律法反而引爆我们的罪 怎样给引出来 所以保罗就在第七章 谈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挣扎跟困难 所以肉体跟罪就是这个肉体尚未得署 今天我们都更新了 我们的灵性更新了 我们属灵生命更新了 但是这个身体没有更新 这个身体还是什么 那个老我的身体 这个身体还是会渐渐什么 坏渐渐的衰残 所以保罗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是一天 心是一天 所以你里面越来越新 外面越来越旧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 所以我们在这个旧的身体里面 不是这个身体不好 这是一个受咒诅的身体 所以常常醉在他里面 怎样能够有什么 有这个全病 所以因此我们常常用 基督徒很熟悉的话讲 我们喜欢体贴肉体去犯罪 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亚当死不透 他死了他又怎样 又活过来 常常我把他治死了 把他钉死了 但是铁钉掉出来 他又活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老我 常常怎样 要对付他 但是每一次他活起来 你就这样再把他治死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挣扎 因此信徒在立法上 跟罪的上面的挣扎 保罗在第七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经历 这些是属灵 很真正的生命中的一种体会 我们的信仰不是假的 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我们的信仰不是空谈理论 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中 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去经历的 所以来到第七章的时候 保罗就特别提到 基督徒向律法是已经死了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谈到 他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女人跟丈夫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 她受什么 她受律的捆绑 丈夫的律法把她捆绑 但是当丈夫死了的时候 她就自由了 这个女人就是讲到我们 这个丈夫就讲到律法 所以我们解释了一个女人 一个笨手笨脚 事事随便麻糊的妻子 那么她嫁给了一个公益正职 严格认真的分毫不差 不但要求妻子做事情 而且非常的严厉 而且不帮她 所以律法就把这个 做丈夫的就把这个女人逼得怎样 逼得非常的艰难 所以如果律法没有要求 就不会显出我那笨手笨脚的主向 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 所以保罗说 后来这个做丈夫的死了 丈夫就脱离了律法的什么 就脱离了律法 所以女人就可以自由了 那这个自由她要做什么呢 她就改嫁了 改嫁给谁呢 改嫁给私欲吗 改嫁给犯罪的身体吗 不是 乃至改嫁给新的丈夫 就是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我们照样是一个 仍然是一个笨手笨脚的 做事情随随便便麻糊的妻子 但现在这个丈夫不一样了 是一个公益正职 不过呢 对妻子的要求提高 不过呢 他陪她做这些工作 让她完成这一切工作 不是我做的 乃是丈夫在我里面做的 这就是保罗要形容我们新的地位 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 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其实这个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就是一个心灵的信仰 所以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 不像过去疑问的旧药 活在律法之下 我们是由内在外面来改变 而不是从表面而里面 却不一致的改变 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 不像过去靠着血气行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 这个生命的当中 我们为主做 我们做的一切是求主差看 而不像过去是为自己 而常常做的是要给人来看 所以你看整个生命就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那么接着下来 保罗就在第七到第十四节 谈到律法跟罪的关系 特别提到律法能够把罪怎样引出来 罪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事实 但罪却好像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律法一来就把它怎样 把它引出来了 所以没有律法我们好像是没有罪 但一有了律法 我们的罪就怎样 就显明了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到的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上帝赐下律法 那本教人活的诫命 如今却教人死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七章 来到第十节的时候 那保罗就说了 他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犯到叫我死了 那我们就知道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候上神扳斥律法的目的 不是因为人能够遵循 乃是要人认识自己的败坏跟无能 所以我们知道自己不行 然后我们投靠 并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所以律法我们一直解释 律法好像镜子 让你看见自己的污秽 然后你去什么 去洗脸 用水来洗脸 我们记得律法知道 我们不能够靠律法 来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仰望耶稣用信心 所以因此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一节就说 若曾传一个能教人得生的律法 亦就承然本乎律法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人可以行律法 耶稣不必来了 人就靠着行律法好了 义就可以借着人行律法给他了 但是不行 我们都知道没有能教人生的律法 每个律法来都把我们的罪给引出来 每个律法来都把我们的罪更多的显明出来 所以不是律法不好 不是上帝的心意不好 是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 为什么 然后我们会看到保罗一点一点的把它讲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最躲在律法的背后 欺骗信徒 就愿选起义遵律律法 又使信徒抛弃恩典的原则 那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说我要立志做 我要立志做好就做不好 对吗 你每一年都立志,12月31号都立志,1月1号就忘志了, 1月1号就行不出来了,立志就表示你要去遵守立法, 一遵守立法你就知道不行了。 所以你说我立志去爱人,你爱不下去。 你立志要去赦免,没有办法赦免。 不过立法老是诱惑我们,要我们怎样去行, 不过背后怎样,其实罪在那个地方。 所以因此信徒一旦被又离开上帝的恩典, 也就把自己放在罪的当中,结果当然是说被罪宰割了。 就是保罗所说的,叫你不要贪心,你就贪心了。 叫你不要做的,你就去做了。 所以人没有办法行那处于立法的义。 所以在十一节讲得非常的生动, 他说因为罪趁着什么,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兵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他很人格化的讲罪, 罪是非常的生动的被他形容, 罪躲在立法背后。 叫你不要做,立法叫你不要做, 你一想要靠立法的时候,罪就怎样?就最初先把你杀了。 所以罪杀了我,好凄惨,对吗? 所以每一次你要去做好,常常做坏。 每次要去遵行,就行不出来了。 所以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是引紧救杀, 甚至把我们刀子就给了罪,自己很乐意被杀了。 因此因为人的罪,人就无法靠行律法来得救。 这一点我盼望你能够明白。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所以你记得,越是多律法的要求, 就表示我们可能犯罪的机会就越高了。 如果我们离开了恩典的原则,去遵行律法的原则。 所以因此在第十二节,保罗就说,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他这里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诫命。 律法是概括性的讲,诫命是具体性的。 律法就是一个整体,诫命就是一条一条的,把它列出来。 十条诫命是律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是什么? 诫命。 所以他说律法是什么?是上帝赐的。 所以是怎么样?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 各位我们知道上帝的圣洁,性情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上帝的作为是公义的, 上帝的本质是良善的,所以很自然的。 他赐下的律法也是什么?公义、圣洁、良善。 所以他说律法是要表明上帝。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 我们可以认识律法而知道上帝。 所以你多了解律法,你就会了解上帝了。 所以神是圣洁的。 所以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就一起读。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保罗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第一,律法是良善的。 所以他在这里的良善是指什么?指律法。 杀人的不是律法,乃是罪。不要贪心没有把你杀了。 不过罪却使你贪心了。 所以罪把你杀了。 因此第二,罪利用律法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 所以律法就变成什么?杀人的工具。 引诱你去行律法,然后却把你杀了。 第三,罪竟然利用那良善的律法来骗人,来杀人。 可见罪的本质实在是什么?罪大恶极。 所以为什么懂律法的人,他不会变得更行律。 他走法律的什么?漏洞。 我问你,在骗银堂的人,懂不懂银堂的法律? 懂得最清楚。 在财经上常常做手脚的,是懂财经的,是不懂财经的? 懂。所以懂不会叫你更好,懂叫你什么? 叫你犯罪。 所以这就是圣义保罗的意思。 如果你说我要遵守律法,那你一定不可能遵守律法, 你一定犯罪。 所以罪就利用了律法,就显出什么?暴露他精灵的面目, 也就是变得穷凶极恶了。 因为罪是什么?极其可怕的。 所以圣经说,我们罪是不能儿戏的,罪是潜负在你里面。 什么时候你要靠律法,他就把你杀了。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死路。 我们走的是恩典的路,我们靠着主的什么?恩典。 不是律法要求我,乃是恩典什么?激励我。 所以你做今天,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 我今天做什么,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恩何等的大,所以我做了, 而不是律法的要求我做了。 如果律法的要求你做,你只做表面,而且做得很痛苦。 那今天你来上课,是律法还是恩典? 我知道是恩典,所以你一定来的。 如果是律法的话,你就不来了。 所以,如果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明白, 为什么?什么激发你来,没有律法的要求。 主的爱,你愿意学习,激发你来了。 这就是律法恩典。 那如果是激犯的话,叫你来的话,那你就是犯罪了。 你是因为贪赐而来的。 但我相信不是,我们的确是主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愿意更认识主,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很艰难吗?你发现在容易很多,因为这就是恩典。 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明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 所以你从恩典去做,你就很欢喜。 你从律法去做,你就做不来,就很讨厌。 所以求主常常让我们走恩典的路,而不是走什么?律法的路。 接着下来从七章的十四节开始,保罗要提到灵跟肉的征战的生活。 所以他从十四节就说,我们先读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五节吧。 我们就把这一段读了一遍,一起读。 我们言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成律法是善的。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乳气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我们很对这段经文,我们虽然读的一部分懂,一部分不懂, 不过大体上我们都很认同。 因为基本上他在讲的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所以一开始他说我们远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 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圣灵帮助我们。 因为神的话教导,我们就晓得律法是属乎灵。 什么叫做律法是属乎灵的呢? 如果你把律法解释成上帝的话,那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神的话就是上帝的气吹出来的。 就是上帝的灵的话,你就知道律法是从神来的。 所以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从上帝而来。 那我们读到诗篇19篇第7到第11节, 他就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精子可羡慕, 且比基多的精精可羡慕,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地的蜜甘甜,都在讲上帝的话。 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 那从谁来的?从玄来的,从神的祭乎出来的。 所以神既然是个灵,律法当然就是个灵。 律法是出乎上帝的灵,律法也是属灵的。 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讲? 要告诉我们,既然它是一个属灵的要求, 就不是靠着你的身体所能做得到的。 既然是神的标准,不是你这个犯罪的生命可以达到的。 所以他说律法是上帝的灵,你不能够靠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肉体去做到的。 所以他继续的解释,我们人没有办法行律法要求的原因是什么? 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属什么? 肉体的。 属肉体的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属肉体的不能够知道什么?属灵的事情。 属肉体也不能够行什么?属灵的事情。 就好像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他听不懂。 他不能够明白,他不能够体会。 除非他也什么?也信了主。 他也有圣灵的内住,他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讲的话,我们做的事情他才能够懂。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知道属灵的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去遵行这个属灵的立法呢? 保罗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人的肉体已经什么? 卖给罪了。 肉体卖给罪了。 什么意思? 你拿多少钱? 罪给你多少钱? 罪给你死。 罪的公价就是什么? 死。 肉体卖给罪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罪在人的身上有个主权。 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个奴隶听命于罪。 叫人不能不扶手听命。 所以没有办法摆脱什么罪的权势。 我们被罪捆绑。 怎么知道你被卖给罪了呢? 三个记号。 第一个记号是你不自觉的犯罪。 我们犯罪不自觉的。 所以你不自不觉。 就是说我并没有自觉我再犯罪。 特别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很好,我有什么罪? 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我们是罪的,我有什么罪? 但是你信主之后, 你就同意导罗说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什么? 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是卖给罪的,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罪。 我们是卖给罪了, 我们不自主的。 我们没有办法自主。 我们想不要犯罪, 但是我们不自主的就是什么? 就去犯罪了。 罪就把我们带到犯罪的地方。 犯罪容易。 所以你看见, 我们要做坏的事情很容易, 做好的事情怎样? 很难。 做好的事情要教, 做坏的事情需不需要教啊? 不需要看就会了。 但是好的事情看不一定会, 学不一定会, 教不一定会。 我们觉得很难, 但犯罪什么? 很容易。 还有我们不能够自制,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讲不要,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 还是要。 你看多少人赌博, 他知道赌博不好, 但是为什么去赌博? 没有办法自制。 所以政府的赌场, 你去登记, 你的家里的人的名字登记的, 他就不能够进赌场, 对不对? 但是他用别人的登记进去。 他找一个跟他差不多相像的, 他就拿他登记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还是这样, 没有办法自制。 你就是把他绑起来, 他怎样? 他会想办法去的。 所以人就没有这种自制。 有人说, 因为我们常常看那种, 看这些赌博的人, 他说到最后他决定要什么? 不要再赌了, 就把手指砍掉。 十个手指砍断, 真的不能赌吗? 排还可以这样拿的呢? 人还是可以用两个拳头拿, 拿这个纸牌的。 这个不是办法, 没有办法自制。 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 真的没有办法自制。 你明知不要, 你明知不好, 但怎样? 你还是去做。 这就是什么? 卖给罪了。 这是我们普遍的现象。 所以从第15到第17节, 他一直强调, 他一直重复的。 从第15节他说,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悟的, 我倒去做。 如果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 我就承认立法是善的。 你看他一直在讲, 在强调什么? 他一直在重复强调什么? 强调我很挣扎, 我挣扎痛苦的这个事实。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就是一致的挣扎。 好事要做, 我做不出来。 恶事不做, 却怎样? 做出来。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经历。 所以, 这个挣扎, 不是单单赌博的人, 不是单单吸毒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有这样的挣扎。 嫉妒不好, 但我们知道嫉妒不好, 我们还是什么? 嫉妒。 贪心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不贪心, 我们还是什么? 贪心。 所以, 在这种挣扎里面, 那痛苦的原因是哪里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每个人都承认律法是善的。 所以你看他说, 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 是, 这些都是好,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 为什么我知道律法是善的? 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什么? 良心。 我的良心告诉我, 律法是善的。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有一个挣扎。 喜欢罪, 又恨无罪。 你犯了罪之后, 你很痛苦, 你恨罪。 但是过了一个时候, 又去犯罪。 我们体贴肉体。 而且知道体贴肉体之后, 会产生坏的结果, 我们还是体贴肉体。 所以千事百事万事的经验,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重复。 但我的良心同意吗? 我的良心不同意。 我的良心不赞同我的行为。 所以常常我们犯的罪就这样, 良心责备。 良心一责备, 你就做好人几天。 等到过了后, 又再去犯罪。 犯罪后, 再良心责备。 良心责备又再怎样? 又再好几天。 当然这个周期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到最后良心死了。 良心不良了, 就变成狼心狗肺。 所以很多人的心是黑漆漆的, 他到时候也没有良心。 不过犯罪的时候, 开始总是良心的功能很强。 良心不赞同我们就证明, 律法的定罪跟良心的感觉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律法是什么?良善的。 第二, 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意。 这里他说, 乃是罪在我里面驱使我, 使我不得不做。 17节的那一句, 我不得不做,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不是我做的。 他不是在推卸责任。 他不是说, 是罪, 不是。 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我做的? 是。 你喝酒谁喝? 你醉酒谁喝? 谁醉啊? 你醉啊, 对不对? 你看不好的电影谁看啊? 你看, 你的眼睛在看。 所以表示, 你今天打人谁打? 你打人, 你嫉妒谁做, 都是你, 都在你的身上, 是你。 所以怎么不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那为什么他说, 不是我做的? 他不是在推卸责任。 他不是说, 基督徒非犯罪不可。 他的重点是强调, 人会犯罪是一件事实。 保罗在这里要讲, 每一个人会犯罪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说, 我立志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保罗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 让你知道, 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所以那些人他说, 我很好, 我的行为可以得救。 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明白。 如果他明白的时候, 他就是要醉在他里面, 驱动他做他。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人的什么? 完全堕落。 当我们说人完全堕落的时候, 不是说人里面没有良善。 所以你看他十八节, 他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有得我行出来, 有不得我好。 这里说, 里面没有良善。 这个良善什么意思? 很多人读了这句话, 里面没有良善, 有啊。 我们有点良善啊。 对不对?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老人家跌倒, 会把他这样扶起来。 我们看到人有需要, 我们会拿钱帮助他。 我们看到这个人有困难, 我们会想办法去解救他。 这就是善啊。 怎么会说里面没有良善? 大家要注意, 圣经讲的这个没有良善, 就是指到我们没有办法借助善, 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 那讲的更简单一点, 我们里面的这一点点的良善, 不可能站在上帝的面前, 可以承受得起上帝的审判。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行善。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想法都是什么? 堕落了。 那怎么证明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十八节讲得很清楚。 立志为善, 由得我。 行出来, 由不得我。 行善有没有利啊? 没有利。 做好事, 没有利。 行善, 没有利。 另外呢, 我不愿意做的, 我不愿意做的, 我饿, 我倒去什么? 倒去做。 所以党饿有什么? 有无能。 行善无利, 党饿无能, 看惨不惨。 很惨, 其实人就在这种光景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人会说我很好呢? 因为没有蒙圣灵的光照。 为什么人会说我不需要耶稣呢?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真正自己实在的光景。 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此。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保罗继续教下去, 因为罪在肉身中还有什么? 还有权势。 二十节。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一个律, 他提到一个律。 这个律什么意思呢? 律就是法则规矩必然的现象。 就是恒常不变的影响力。 就好像你东西, 就好像你的书本。 书本, 你书本, 如果他离开了这个桌子, 他一定怎样? 一定掉下去。 会飞上去吗? 要不要打赌? 不用打赌。 一定是什么? 掉下去。 这是一个律。 这个叫什么? 重心加速度的律。 就是地心的细律, 把它怎样? 细下去。 所以, 律就表示你没有办法改变, 它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凭着体力跟毅力要去对抗它的时候, 久了之后你就会怎样? 你会累, 你会去腹, 你没有办法胜过那个律。 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律, 有一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我就把它称为罪的律。 罪的律有个特点, 想为善就牵动饿。 想去做好, 饿就会把你拉走。 所以你想去做好, 做不来。 今天我们去帮人很难, 做不来。 我们想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律说不要去啦, 在家里舒服得很啦, 想去做就做不来。 你要读圣经, 那个律就叫你不要读了。 你要读圣经, 读圣经很容易还是看电视容易? 读创世纪容易还是看韩剧容易? 那我们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是不要读圣经, 我们都知道啊, 想读圣经想不想啊? 想, 不过那个韩剧一播, 电视我们就放弃了。 所以想行善就牵动了什么? 牵动了二。 所以这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情况, 所以保罗说, 罪的律就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二十二跟二十三节, 他又再提到了, 按照我里面的意识, 然后二十二节, 按照我里面的意识, 我是喜欢上帝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辱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你读起来好像很乱, 不用担心, 他其实讲的就是罪的律跟上帝的律。 我们里面有个罪的律叫我们去犯罪, 里面有个上帝的律叫做心中的律叫我们去行上帝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 每个人心中有两个律。 所以我们教小孩子主日学的时候, 我们这样唱一首诗歌, 我们心中两个王, 看看那个比我强。 一个要我上天堂, 一个要我下地狱。 下地狱的是魔鬼, 上天堂是天国王。 那都告诉我们, 我们整个生命中就有这个律。 这个律, 一个是心中为善的律, 一个是身体中犯罪的律。 这两个律在里面什么? 交战。 这两个律逼此交战。 心中为善的律, 偶而得胜。 不是没有得胜, 偶而得胜。 礼拜天起来, 下了大雨, 但是你来做礼拜, 偶而得胜。 如果下雪我就不保证了。 可能我们就下雪不出门了。 但是这就是偶而会得胜。 所以世界上还是会有什么? 好人。 所以我们常会说人性本善。 世界上会有好人。 他们的确也做很多什么? 好事。 好人好事不少啊, 但好人好事是偶而为之啊。 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行得好。 我们只是在某些事情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什么? 软弱。 有些人食物, 他可以抗拒的。 他可以抗拒。 因为他本来就不贪吃。 但是有些人食物抗拒不了的。 他真的抗拒不了, 他本来就贪吃。 有些人是可以不发脾气的。 他脾气很好。 你怎么惹动他, 他不发脾气的。 但是他有另外一方面的软弱的。 可能他的软弱就是他不能不看电视的。 电视就成为他什么? 他的那一个拉力的。 有些人可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 都可以帮人。 但是他就是什么? 就是很吝啬不出钱的。 每个人他软弱的地方。 所以你要在一个吝啬鬼出钱很难。 但有人钱不是问题, 他很慷慨,所以很慷慨。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地方的软弱。 所以好人有没有? 有,不是没有。 看你从哪一方面去看。 所以有时候你看做义工的, 有些人真的是可以放下自己赚钱的机会去做义工。 有啊,有好人。 但本性怎样? 但不一定是永远是这样。 所以第三,我们就保罗说有堕落的人来说, 我心中想要去遵行善的利。 肢体犯罪的利,终究强过善的利。 将人辱去做罪的卢谱。 但最终还是罪的利盈。 罪的利使我们什么? 继续在犯罪。 所以这是一个,保罗把一个人类心中的一个真正的现象怎样? 讲出来。 这就是很重要的神学上的一个理解。 所以无论怎么样的好人,在神眼中人就是什么? 罪人。 那你明白了? 那来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会怎样?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道路都知道。 我们要行善,行不来。 我们不要作恶,恶就出现。 我们不要嫉妒,嫉妒就产生。 越不要贪心,越贪心。 越不要骄傲,越骄傲。 越不要自私,就越自私。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你喜欢骄傲吗? 你喜欢自私吗? 你喜欢贪婪吗? 你喜欢嫉妒吗? 你喜欢行淫乱的事情吗? 你喜欢赌博醉酒,然后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吗? 不喜欢。 你都知道不喜欢的。 你一面做一面知道我不应该,我不应该,我不应该,对不对? 你一面偷看就知道不应该的,对不对? 但你还是偷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 所以到那个地步你会喊着什么? 就来到第二十五四节,我真是苦啊! 保罗把人的心里面的话喊出来,我真是苦啊! 所以有时候报纸上你看到一些人后来犯罪被抓。 我们想象他犯罪被抓之前的那一刻,被抓之前的那一刻。 他一定告诉他自己,我一定会被抓的,我一定会被抓的。 他还没有被抓,他还没有说我就不做了,他继续做。 一面做,他一定说我会被抓的,我会被抓的。 然后他每天晚上会想说,哎呀我很卑鄙,我怎么做这样的真心,我真是苦啊! 但第二天早上他又重犯了,一直到怎样,他被抓了。 我就知道我会被抓的。 新加坡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大学的教授,犯了一个法,没有人知道。 不过后来警察上门的时候,就是好几个月后,警察上门抓他的时候, 警察一进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趣话,他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他知道,他知道这个结果就是什么?被抓。 这个结果就是死。但他有办法脱离吗?他没有办法脱离,我真是苦啊! 所以每一个有心向善的人,经过礼战礼拜,在挣扎痛苦中的森烟里, 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什么?感叹。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想我们都曾经在那个阶段过。 人生来到那个阶段,我真是苦啊! 所以接着下期,很自然问这个问题。 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是一个很无助很绝望的呼喊。 谁?这个世界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 那为什么提到这个起死的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是对罪恶没有无能为力啊,好像是死的。 对于罪我们好像是死的,身体没有办法抗拒它。 这身体所作所为都是为着死效力,只会带来死亡。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 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也讲到开始觉察到, 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察到整个根源在哪里,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个身体。 所以你要脱离这个身体,你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但怎么脱离这个身体? 所以有些人选择什么?死。 但是死只是身体的死,灵魂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所以这个身体有些人到了一个地步,被罪所所缠的, 没有办法的就死。 所以一个赌博的人他后来自杀死了, 赌博问题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死了还不解决? 解决了,他不可能再去赌了,他已经死了。 不过这不是保罗要的方法, 这是灵魂还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你现在就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选择自杀了。 因为身体死的时候才有办法停止罪的问题。 但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就不是福音,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他说怎么得胜呢?他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所以第一,耶稣救赎的恩典。 所以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看到里面的黑暗,里面的征兆,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 所以你一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是个罪人,耶稣的宝血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明白那个道理。 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一起埋葬,一起复活。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第二件事情你知道要明白的就是因性称义了。 我们不是自己的行为称义,我们因性称义。 既然我们因性称义,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 我们嫁给另外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基督了。 我们不在说律法的捆绑,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恩典原则了。 就知道明白了。你知道明白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不再犯罪的。 我们是可以不再犯罪的。我们是可以脱离罪的身体。 所以信耶稣是唯一的一条路。 然后你明白你是因性称义,不是因为立法称义。 所以许多时候有些人,今天社会上要用社会的改良,要用教义的方式,要用辅导。 弟兄姐妹,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 这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治本的方法就是生命彻底的改变。 怎么能够改变耶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才有办法脱离这个其实的身体。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也的确借着传福音看见许多的人生命的改变。 特别你明白了恩典的原则。 我们看自己是向着罪是死了。 我们看着自己向着神是什么?是活的。 这是第二。第三。 我们第二十五节下半段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而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力。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觉悟神的力跟罪的力的运作原理。 很多时候我们信徒不明白这个原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徒有时候还活在罪中,还在犯罪。 你要明白这个原理。 我们的内心是顺服神的力的。 所以我们的理智使人内心顺服神的力。 所以我们的情欲使人的肢体顺服罪的力。 这个意思是来到第八章,我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 你现在要知道,你整个的了解就是当你顺从这个身体, 的时候你一定犯罪。 但是你如果顺从神的灵的时候,你一定得胜。 那你怎么样能够顺从神的灵呢?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要怎样?要归顺基督。 你心里所思想的,你思想归于神的时候就开始走神的律。 但是如果你是注重这个身体的,体贴这个身体的,你就怎样? 你就要犯罪,你就要跌倒。 先明白这个律。 保罗在这里没有结束,其实他进入第八章。 第八章就更详细解释这个原理。 我们简单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怎么样得胜?第一,信耶稣。 所以很多时候,罪的问题是信耶稣。 你要胜过罪,你不信耶稣,不能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信耶稣你要明白,是靠恩典,不是靠什么?律法。 既然靠恩典我是因性称义,主的爱激励我。 我为什么要行善?我为什么要行义? 不是我要去行义唤起上帝的恩典,你做不来。 不是我行义上帝就爱我救我,不是,乃是上帝爱我。 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使我不得不怎样? 不来顺从上帝。所以你体会主的爱何等的大, 我们就对罪怎么样?就轻看罪。罪就没有了,没有力量了。 第三件事情,你要明白,你一定要学会顺从圣灵, 顺从神的力。你的心思要顺从神的力。 你不要用心思去顺从肉体的力。你心思一顺从肉体的力, 你就会怎样?你就会被拉下去。 我们来到第八章,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解释, 使我们懂得怎样子的靠主来得胜。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同样的讲,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是同样的事情。我们能够胜过就是因为我们开始顺服圣灵, 顺服神的话,我们能够胜过就是因为我们开始顺服圣灵, 我们开始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犯罪的事情是可以胜过的。 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是基督徒是可以胜过什么? 犯罪的。如果你明白了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 为什么你不要再去犯罪呢?因为你没有缠到不犯罪的自由, 你没有缠到不犯罪的快乐,你没有缠到不犯罪的甘甜。 如果你缠到不犯罪的快乐,自由甘甜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罪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你愿意来顺从神。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来讲解。 谢谢。